兄弟们蒸好了一锅鸡尾侠 这个是蒸了把你的鸡尾侠 哈喽大家好 我大胖 一个让助餐老板 涩涩发的难救我 全国挑战200家助餐 今天咱们来到了沈阳 昨天连夜买动车票 来到了沈阳 因为秦皇岛的助餐 真的不敢恭维 今天咱们去吃都市绿洲 走一起看看菜品去 今日主要海鲜 有肥蟹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来看了一圈这边食材 终于看到我们的大飞蟹了 但是这个季节的螃蟹可能不特别大 只有这么大一点 但是我又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主攻方向 就是这个鸡尾侠 市场上小200亿斤的鸡尾侠 这个搞个两餐桶下去 这不就够本了吗 一般上了300的助餐 佛跳墙那是必备的 汤好浓郁 这个汤调的有点微咸啊 食材很足 两口就没了 它都不经喝这碗 嗯 再来一罐 三口就没了 这碗还不经喝 要了一大盘这个三文鱼哈 这个三文鱼品质就是 鱼腩上面一点点这个部位的 看这个啊 这个差不多三块的话差不多小一斤了 你知道这个品质的三文鱼 你自己去买的话得多少钱一斤吗 你们可以猜一下 老婆你猜一下 会了吧 你猜一下多少钱一斤这三文鱼 像这种品质的三文鱼哈 一百五十块钱一斤起 三坨差不多有小一斤 三坨158 哦 好好吃 冰冰糯糯的这三文鱼 太爽了我去 我这一块啊油脂是第二丰富的 嗯 它这个位置再往下走一点点 就是鱼腩部分 就是最肥的那一块部分 哦 我这一块就没有那么肥的 哦 但是油脂很漂亮 非常好吃 嗯 一口还没进去 嗯 酱猪鸡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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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前两天生病了呢 说这个味觉一直还恢复的不是特别好 目前我吃东西只能吃到咸味 吃不到香 但是我又知道我可不 但是我又知道我特别饿 兄弟们哈 蒸好了一锅鸡尾虾 这个是正好把你的鸡尾虾哈 你们那边哈 这种虾卖多钱一斤 嗯 这个季节 这个虾一般菜市场 起码要170到220之间一斤啊 就这个虾哈 不开玩笑 这个虾真的好吃 嗯 嗯 这个虾肉质哈 非常细腻 非常鲜甜 好吃 毕竟价格放在这里呢 一两百块钱一斤的玩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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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会儿再再来个两锅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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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排也没多少 分分钟给它摟完了 就是剥壳费劲 嗯 嗯 北方的朋友回避一下哈 我给南方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锣啊 大连红锣 像这个锣的话比一般的锣要贵很多 这个得四五十块钱一斤啊 你像这么个 四只 半斤多啊 五只一斤了 哎 北方的朋友还得回避一下哈 这个叫 白刀贝 南方没有 啊 这个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吃吧 这个螃蟹比看个头还小哈 肥肚子OK的 别看螃蟹小 好 肉挺肥哦 嗯 哇 明白了 我明白这啥子 哇肉还很细腻 想想啥子 你想一想啊 想要啥子 你让人帮我啊 但到时候你 你和这个 我这 你和这个差点一个月呗 这个四月多分 你五月份 到时候我们五月 我到时候五月份 我们爸爸就回去了呗 回去给你们俩过生日呗 嗯 哦呦 这一家自助餐呢叫都市绿洲啊 也是沈阳那种老牌自助餐了 开了很久很久了 这家自助餐呢叫都市绿洲啊 三百六十九的价格 没有波龙 没有青龙 没有地王蟹 没有牡丹虾 啊 也没有看到田虾 这种价位的自助餐的话 按照这个食材来讲的话 其实算是 比较拉的一种了 哈 但是 你要说吃吧 你能吃到仙活的东西 来 鸡尾虾 吃吧 嗯 飞蟹也有 正好八点 你要想在东北吃到大的飞蟹 好 你得到五六月份 六七月份来 哎 那个时候的飞蟹就大 哦 沾点大碗的蜜子蛋料啊 嗯 哎 这个大连红螺就是比普通的海螺 那嫩很多 好吃 嗯 嗯 其实这一家自助餐 三六九号 价格略高 跟厦门200出头的自助餐 差不多的档次 你知道吗 嗯 兄弟们吃一口这个大连红螺 这个正好半仅好吃 给我一遍 啊 哈哈 好了朋友们 在沈阳的第一顿饭 就已经拍完了 哈 总体来说 感觉 还差那么点意思 哈 希望下一顿自助餐 能够给我带来点点惊喜 哈 啊 那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方视频的 记得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个自助餐见 还是那句话哈 自助很美味 千万别浪费 拜拜